好 回到7月10日的《啤梨晚報》 我今天就在蒲頭 昨晚我很早回到香港 本來預計都要12.1 但不知道為甚麼 一班機在大阪 應該是7.3的機 7時就飛 又飛得快 還要早半個小時就到香港 9時多回到香港 減回一個小時 有些網友說很掛念我 其實我沒有掛念你們 甚至乎香港發生甚麼事 我都不太理會 雖然我在大阪這幾天 我不妨跟大家說 我去了六日午夜 有四個下午 我都是在酒店睡覺 簡直是沒有去游泳 因為我老婆和我兒子去逛街 就是深齋橋 甚麼梅田 我說好 我馬上去深齋橋 去到梅田 然後我就回去睡覺 這是很無聊的旅程 對我來說 但是未去之前 其實我已經在想 很大的考慮 就是究竟去不去呢 因為我知道一定會是這樣的 因為我不喜歡這樣的城市 但是難得兒子還願意和老爸去旅行 那就去一下 吃也吃得不太好 加上我昨晚發現忍疾 我有空才跟大家說 雖然我知道現在的節目 我們《Banning晚報》 就流行做到九點幾十點 其實看看有沒有那個風格 如果你要我做節目 其實由現在開始做到 今晚兩點都可以做到的 起碼我現在已經在說 一些不關節目的事情 因為有些隱疾 或者我有時間 我知道我們的聽眾 是很廣泛的 我跟大家研究一下 因為昨晚我去到 是直接呼吸不到 不是呼吸不到 就是要深呼吸才覺得自己吸到氣 是很奇怪 搞到五點幾才睡 今早七點幾八點 還起身的時候 其實昨晚我睡的時候 我想會不會一睡就起不了身呢 因為你呼吸不到氣 但是我又不是說 呼吸不到氣 其實我只要我不重視 就是我在做東西 或者在想東西 或者在看東西 或者在煮煙 我仍然是很正常 但是當我一靜下來 我總覺得那些氣好像不夠 要深呼吸 這樣才舒服 可能是壓力大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壓力 但是我上網看過 和朋友說過 都是有試過 希望有些有心人 可以解答一下我的疑問 先說一下台務 我發覺我去了日本 六日五夜 那些台務 都沒有什麼人跟進 我們一定要跟進 在台務先 免得讓別人 在別人砍我們之前 我們先發制人 先說過 他們就砍我們的力量 就不夠膽大 首先是關於Sweetie TV的發貨 我剛剛通知了第一層的朋友 因為原來Sweetie TV 我上星期叫Suppaya 你星期五好來了 林康正他們會搞定 但是他總是覺得 不如等我回來 一等到今天星期三 他還想說明天後天才來 我說不行 我欠人很多部 因為他用手拿來 拿得不多 我暫時通知了 應該有得拿 就通知了 有些就是 他遲些訂的 當然是沒有那麼快 或者遲一天就差很遠 當然了 因為一天已經有很多部 差很遠 有些選顏色的又慘了 選顏色的明明應該輪到去 你又沒有藍色 我又沒有藍色在手 就排你這樣走下一輪 總會有的 明天後天都會陸陸續續翻貨 我們的護骨走路也是如是 欠人到 我也不敢看 只能過幾百支了 大家不用去特別催我們 總之貨到 我們會通知你來拿 其一 其二就是關於這個BNO 其實自從3月 還是5月 5月 他走一個新的系統之後 其實他不是困難了 都是容易拿的 但是他就是 很久 以前我們是10天 11、12天就拿到 現在他可能是排六、七個禮拜 都未到你 但是呢 在新制度下 陸陸續續 已經有些朋友 是收到他的護照 但是他又不跟順序 不跟我自己跟人記錯順序 我只能這樣說 因為其實在H&M Office 那裡有很多Officer 有時候派到哪個Officer 去做事快點 你就快點收到 有時候也沒辦法 BNO就有很多傳言 我就不覺得特別 要跟大家說什麼傳言 雖然甚至乎現在 上議院和平權組織 在英國裡面 都說甚至乎 要給現在17萬的BNO 持有人是17萬 我們稍微 之前1、2個月 我們還說15萬 這1、2個月 就是多2萬 那你就明白 為何會這麼慢 以前 11、12天就拿到 現在6、7個禮拜 拿不到 你想想它有多少人做呢 你多幾萬個 還有一些英國佬 就算你多1千萬個 都是用平常的速度 當然 最重要的是 為何會多2、3萬呢 因為有很多留言 第一就是有人在爭取 包括上議院 有英國人爭取 也有平權的香港人爭取 就是給BNO一些 不要說 現在最新的說法 不要說是一個居留權 是一個 升級版的居留權 就是給你們 免簽證留五年 留五年 你在這裏可以做很多事情 留五年 甚至乎你是可以 申請居留權 留五年 也有講及 是不是在義務上 要給所有香港人 有資格拿BNO的人 他們的BNO 當然有很多人不可 我認為絕對不可以 是人有資格拿就給他 一定要好像美國人 要看你的微博 看你的臉書 看你過去五年所說的 沒錯 你們這些混蛋 好像在大埔聯農場 那兩條混蛋 撕掉那兩個 給自己的收錢做事 G.G.Mack 他未必是收錢做事 G.G.Mack 那條臭蟹和那條老爺 那些就算他曾經拿過BNO 也不讓他拿 很合理 像我們這些 穿上BNO的 吊你應該要給10個 現在甚至乎是怎樣 是要給他們 持有人的下一代 就是我兒子的一代 都會拿到BNO 但我肯定 我會有空 我會寫信 叫他劃線 一定要提醒他 過去有 詆毀過英國政府 或者你是不支持保釋價值 是不可以讓他們去拿BNO 甚至你撐香港政府 就已經不可以 OK的 很簡單 所以我仍然是這樣說 未拿BNO的朋友 合資格以前有拿過 盡快拿 我還未跟林康正商量 看看我們什麼時候 比如下個星期 下星期不行 我們要做這個 這個星期太急 比如下星期 我們再做兩個禮拜 兩天 大BNO日 除了BNO之外 大家看看我手上這個 幾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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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母臭氣 這個是Where it from It is original from England 我為什麼要講英文呢 因為它真的是一個 英國護照的cover 而且它說是皮 當然我一拿上手 就知道它是人造皮 就是膠 簡單來說 但無論如何 它的保護是很大的 第一 它的尺寸 它的樣子根本就是 英國護照的樣子 這些字都是寫著的 不像我們的BNO衣服 浩林斌手寫著 Except you with China Watman and China 那些東西 它是一模一樣的 第二 它能夠提供足夠的保護 對你的BNO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BNO是金色的 好似不是很容易脫 看你怎麼用 我那本是脫得沒有色 完全是變色 我那本BNO 你現在有這個套 你是不是有雙重保險 這個會不會脫 可能也會脫 這個脫掉了 你裡面的也沒脫 再不是的 就換那個套 帶完的套 當然要換 吳家臣 套和女兒都是可以整天換的東西 這個套賣多少錢 我未知作價 我想都是幾十元港幣 因為運費貴 因為真的要在英國做 在英國既來的 我覺得有BNO的朋友 當然要買一個套 扣著自己 沒有BNO的朋友 就像我們有兩個 真的很淒涼 我有兩個網友 他爸爸是拿BNO自己去 好厲害 英明 他們兩個都是在190、192出生 然後不想跟他們兄弟拿 那麼混蛋 所以他們現在是拿特需護照 那不用自卑 買一個BNO套 這些叫做裝假狗 頂住了雞頭 起碼要拿上手 為什麼呢 如果你跟著我們一起出入 人家不會覺得你是樓 每個人都拿著這個 起碼要拿著這個 你不要這麼醜 他能否想到海關 就扔到樓下星 拆出來 不是怎樣 其實現在拿BNO真的好像有點麻煩 我想之前也有些朋友會發脾氣 我覺得就不需要發脾氣 因為為什麼呢 香港再次被國際集中的焦點 記不記得我上次在馬來西亞回來呢 我們的團友拿BNO過關在海關上 不是海關 在 Check-in 入警署 不是 那個Counter 嚴龍哥 不是 航空公司 那個航空公司就問他 可以你展示我香港的ID 在香港的ID 是呀 我們的老友在發脾氣 其實不用發脾氣 因為好像我這次這樣 我拿BNO跟我太太 我兒子拿特區護照 我兒子就碰行碰過 我和老婆都要展示香港的ID 因為以前那些人沒有那麼疑惑 有這樣的事 香港人就說 不過說實話 我次次從日本回來 他都要我展示我 因為呢 為什麼呢 對我們來說很容易 對他們來說是複雜的 因為他們覺得 香港人是不是應該 你說你從香港 為什麼你不是拿那本 藍色的那本 不逼歐洲那本 因為我們比較高級 於是他就說 OK Mr. Can you show me your Hong Kong ID card 我終於一次又一次又見到團友是這樣的 我就很隨意地 很瀟灑地 用多幾天 因為我後天就要拿一本新的身份證 拿一本新的身份證 我會不會帶出街 當然不會帶出街 又或者想帶出街 因為他會檢測到你的行蹤 有沒有辦法 當然有辦法 走上淘寶 或者到街 三元 或者甚至乎你鞋子 扣了一張石紙 包著它 就不要被人檢測到你的行蹤 當然如果我們這些高級人 就直接不帶著沒有BNO出街 OK 我想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無論如何 在香港 BNO的最大好處 並不是我剛才所說的 可能會出現的改變 最大的好處就是 沒有BNO的 可不可以是香港人 是真香港人 當然可以 譬如我兒子 他都是香港人 但九七年後出生沒有辦法 都是香港人 他爸爸沒有跟他拿 沒有辦法 這樣吵架 但是 你有BNO 就一定是香港人 沒有BNO 可以是可以不是 現在其實很多 譬如我們出外旅行很多 各個拿著特區護照 你開口 你有沒有說捲利 你有沒有大陸話 擺明他們是大陸欺 聰明 但是他都說自己是新鮮 美又不一樣 都是中國的 甚至是港幣黑話 我說 屌你老母 你知難題是賤種 這麼簡單 屌你老母 還要拿著特區護照 去招搖撞騙 當我們那個全香港人 其實我很生氣 很多人說 因為不懂得拿 三百多萬個合資格 其實大部分人 他們說 差不多 是賤 合理 正常 有血性的香港人 是不可能不拿BNO 有些人說 不懂得拿 不懂得拿 香港人不幫 可以找我們 有些人說 不想付錢 你可以找其他朋友去幫你錢 都可以的 沒有藉口 BNO貴 我這樣就該死了 我這樣就該死了 OK 好東西當然貴一些 我們打算大BNO日的時候 以後凡是負責我們 無論是做了我們的會員 去拿BNO 或者給我們錢去拿BNO 只要你加 我隨後說 加五盒東西 就有你便宜 享用我們的服務 加五盒東西 再送你一個舊套 BNO套 幾乎猶人 你拿這個出來 別人叫你 通常要remove cover 那個海關 你現在remove了 裡面又是這樣 嘩,多有型 這個就是我們的BNO 大家留意 看看會不會在 下個再下個星期 下個星期 有馬來西亞星期 先說完這個星期 差點忘記說 我們7月20日、21日 有兩個星期 去馬來西亞 OK 7月20日全線爆滿 因為太多人 其實臨美報 有些人說 21日沒有空 20日行不行 是硬插進去 根本就插進去 你可以是21日 即20日太多人 21日還有些位置 其實都很滿 但還可以有些位置 那怎樣報名 66982429 在現在香港最危難之際 你們當然要考慮走路 我覺得 後備方案 對,後備方案 怎樣說都好 OK 首先 我們在今天開始今天的節目之前 我要表明我的立場 就是關於不同意見 是否包容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但是我肯是由很多年前到現在 都是覺得互相尊重 是很多餘的事情 我就認為是這樣的 譬如我們經常都會說 有時候有些不同意見 在社交媒體上 在社交網站上 互相互屌的時候 那種藍絲最喜歡什麼呢 原來你們爭取民主 有你們說 沒有人說 這樣就有民主 這些其實我們已經博過很多次 是不值一博的 OK 互相尊重 立場不同 是可以的 譬如甚至乎我的尺度 是可以去到 大家明知道 譬如我不講共產黨 譬如有權力的建制 的政府 喂 你媽 我們要反抗它 或者監察它 有一些類人是天生 記住 是不喜歡你們這樣 甚麼都會對政府 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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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是天生 你發聲就一定錯 不管什麼內容 好 我明白的 但是這個情況 也是在民選出來的 我還可以包容你去知道 民選的權力 是否可以有權力 當然可以 人選權力不代表他一定是一個好施政暢順 或者很人心的政府 當然可以是一個含家產政府 就是你可以做一些事情錯誤 你可以只是給對面的候選人好少少 就是一個人類的侵犯 而事實上任何權力 包括在外國人的世界都好 他都不喜歡被人監察 就是人來的 說真的,我們說錯話,我們做錯話 我都不想那些伙計、粉絲或者什麼人指出 你的胸襟沒那麼大 但是因為人家行之有效 人家從小到大更加尊重那種真理越變越明 在那個情況下,我們就真的尊重不同政見 但是如果現在你看那些藍絲 或者那些國打五十大板 很多人說都算是這樣的 這個是因為我們把尺寬了 都算是這樣的所謂社會言達 因為我聽過幾天的節目 譬如大學校長,這次說都算是人話 很多遺憾,其實那些都算是人話 因為在我眼中是非常清晰的 是不能夠打五十大板的 到現在 我不介意你有本事的 你有公權力的 你可以去抓狂犯法的人 到今時今日我都是這樣說 即使是那些年輕人 喂,你都可以抓狂去的 當然後果你要自負 但是 你就絕對不能夠 你們反政府就是抓要打要鎖 撐政府做什麼 撐政府就殺人放火 其實不是這樣的事 牆奸非禮什麼都做齊 為什麼呢? 記不記得當年六八九的傻子 他去到元朗 高老和他們帶了一群爛鬼 喂,現在警察在這裏 真正的口罩黨 還說這些是新界的封鎖 還要說,喂,全都拍出來 現在警察在這裏,先不要打他 打死他 這樣也可以嗎? 你說,喂,是不是因為你是批他們那裏的立場 於是覺得這樣的事也可以呢? 這件事我不是跟普通市民說 即是藍絲那些 喂,警察部你要回答我 很簡單的事而已 以後大家說什麼 互相尊不尊重、尊不尊重 如果在一個這樣的制度之下 只有兩件事而已 就是正義和邪惡 是不能再選什麼 不要再說什麼立場 不和大家要互相尊重 我看見阿倫那些歌迷 有些粉絲 就說,哎呀,你們啊 經常罵我Ellen Ellen這麼多年了 你不知道他的人是怎樣嗎? 喂,因為政見不同 你實在太厚恥 喂,如果是我第一 之前說的政見不同 譬如你說,喂,我覺得現在 這個環境是這樣的 共產黨這麼兇,我們不夠他鬥 我是犬如,到這樣 喂,我們真的不要亂來 算了 不夠他鬥的 喂,這樣我覺得你是一個保守的立場 你害怕死 我也體諒你 對啦,我也體諒你 但是,大家是有眼看見的 這個政府是說謊 這個特區政府,這個共產黨政府 是剝奪我們的所有權力 連最基本的人權都剝奪了 然後,還要用暴力亂鬱 亂鬱的鬱 在和平示威底下 你們說的,和平示威沒問題 結果在和平示威底下 說謊 念念論 廉章的紙錄的場合都會和平 我們甚至說很想交 你又照兇,不要說打 然後我不要說那幫警察 警察心態我們一會兒等下林匡師慢慢說 你們竟然還有人可以覺得 屌你老母在立場不同 我說屌你老母 現在就是戰爭 現在就是革命 屌你老母,老實說 你有錢的,你可以走 但是你要評論香港現在的環境 你首先要抽離去看 究竟我們何去何從 是不是信得過共產黨 近日我們離開了這幾天在香港 我看見很多,我純粹看Facebook 有時看阿布 就是Lao 頗有些KOL 甚至乎政壇重量級的人物 甚至乎大陸的人 說了那些,這樣搞不好的 似乎都要搞普選 甚至乎有些好消息 因為我不知道林匡正在做甚麼稿 又說我們從來,解放軍從來沒有想過要搞搞香港 之而此類 這些是bullshit 我跟大家說 我看得太多 因為現在這個落台 除了林匡正他們分析過的 去模糊你 令到一些人的抗爭不夠堅定 喂,得惜好意了 屌你老母 建好就收 可能在搞2020年的選舉 不要逼對太盡 如果你不建好就收 他就會反彈,會強硬 不要太激烈 這個就是共產黨一向伎倆 再加上大家要想一下現在的背景 現在的背景 美國佬說要搞人權法 美國佬是不是有心搞的 今天我不說美國佬偉大的 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作為從政的 拉孟 喂,共產黨 他都要交代 譬如跟特朗普說 特朗普說 喂,我也想搞的 你看我多困難 多多鷹派 喂,我都什麼 喂,現在我都被人搞成這樣 而特朗普 甚至乎也都在國會 喂,跟議員說 給他們一點時間 他們現在內部很少衝擊大 喂,這些伎倆 大家可以完全不用看 直至什麼時候 直至真正正改 你都要宣布 要不然 全部是廢話 現在就是戰爭 你們如果不繼續 陸陸續續 其實我現在最擔心的是什麼 林匡正 就是究竟這個運動 可以持續多久 嗯 我猜 你說七月 可能七七八八 他不退讓 十月一 就一定會有新的大爆發 是大爆發 OK 而最過癮的 就是去到現在這一刻 雖然好像是大反撲 我自己觀察 我始終不在香港 所謂大反撲就是藍絲 所謂那些政壇有份量的人 但是社會上 其實我自己感覺 不出聲的人也多 但是明白和體諒的人也不少 但是這些明白和體諒的人 是不是可以接受到 例如十一 他仍然不繼續回應 或者繼續盜行逆施的時候 於是在十一 現在有人吹出來 習近平說 十一前搞定 因為十一是落中共的年 七十大壽 今年還要是建國七十年 而且是習近平其中一個 權力穩不穩的指標 那你是不是等待習近平 七十年他未必下來香港 因為在大陸也很大 天安門也很大 今次也沒有必要下來 於是乎 他下來就肯定吵架 於是乎 我們一定要在十一前搞定 現在又這樣說 我最擔心 香港那班其實都支持 因為現在沉澱了兩三個星期 其實很簡單 如果再說撤回條例 今次大家玩得聰明 就用這條條例來發揮 其實大家明白 這是駱駝最後一根稻草 根本這個陷糕政府 大家已經忍無可忍 大家真的要明白 如果這一局 你不去拿回一些東西 甚至乎 令他爬底的話 令他覺得你是一個 屌的戰豬 不要碰他 香港真的沒有運行 是絕對沒有運行的 所以這個星期六日 我都不要求大家 一個星期出去 我都知道會累 我仍然是這樣覺得 我也相信 連登班兄弟 現在很多網友 一定可以發揮到我們的大眾智慧 單數、雙數 每次不用多 有十幾萬、十萬、八萬人出來 又是走回那個很簡單的道理 越多人就越安全 至於你說 經歷完 六一二 收斂 又再來 又收斂 又再來 其實那幫警察已經是 壓力煲 黏了線 我收到很多黑警的訊息 說他們內部都已經瘋了 亂了 是呀 亂了大陸 政府還不退樣 退林鄭 還不下台 你放在我們上面 好像這條片一樣 我不是收到訊息 我們真的有很多黑警朋友 其實大家都知道 不要說黃絲 是藍絲都覺得被人放在上台 是呀 他們都快死了 但是怎樣想 所以你才會出現那些 好像那天黃絲那樣 說真的 你老母 擺到明 不要說什麼 你們這些人 你這麼短刃 走到幾步 又說 夠鐘 走到油麻地座 散了 走到黃絲 你無端夾別人來 打人 包叉別人 不讓人走 不是呀 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 因為這次要發私物 不是 他這招為什麼呢 他擺很多年輕人 年輕人擺在前面 那些警察是躁動一點 那些老警察就在後面 但是我這麼說 作為我們抗爭者 我歡迎 是 因為很多 可能是藍絲都被你倒閉 無端端端 你老母 吃完飯 老爺都不要打 都被人吵 吵 吵 吵你老母 你戒鹽 吵你老母 你如果不想走就戒鹽 就是 吵 吵 現在個個有手機 全部拍了 這些怎麼辦 其實現在警察 警隊是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更加要玩得正 一定要多人 多人他就暗吹 他是不能做的 吵你老實說 繼續用我們這一招 老實說他死定夠緊 因為他絕對不夠膽 因為他要部署 他絕對不夠膽 譬如我們說沙田 這個禮拜 上水這個禮拜 他夠不夠膽 吵你老實說 用二十個警力 他們的狀態 是不能住的 當然不敢 你連晚上大埔都要一百個人 不是他不夠一百個人 他夠膽走下去 他可能在那裏 那裏可能沒有人 即是想著 如果一刷被人看到 那些人就會衝 帶了防暴 帶了軍 吵你了 吵你了 說真的 你如果人多 只是客人繼續這樣搞這些事情 而他們繼續這樣去部署 然後你們喜歡 就逛逛街 你不能拘捕 你人多 你不能拘捕 你不要說十萬 當你慢慢散 只要那堆主體人 有一萬多千人 他會拘捕 不要說錯 玩也會拘捕死他 但是我亦都要預計 我不是很想預計這些事情 遲早打 動手 你的警察會繼續這樣 遲早 吵你了 我在日本 當那些人知道我在香港來的時候 就說香港現在怎樣 別人閒話一句 當然我會盡量用我英文和日文 就像Giri Guru一樣 首先我們一定是 對共產黨 一定要表明 吵你了 他們當然會說 那些什麼 加油加油 那些 我覺得 我們要將 我很開心的是 我們香港人終於成為世界焦點 很多報章 無論你是南美洲 歐洲 甚至乎日本 韓國 都不得不承認 我們是很有勇敢的 特別是我們最受中國的利益 大哥 他放不放水 有沒有生意做 真的影響我們最大 而我們竟然不敢去反抗 那我就要解釋給那些日本人聽 記住 敢反抗的就是那些 沒有得到利益那些 這些情況在全世界 包括貴國、日本 都是不斷出現的 永遠就是有一群強權 即使西藏 我們說得那麼淒涼 不一樣有那群藏奸 當年 所以大家 不需要那麼扯住 討論一條氣 真的跟他慢慢玩 他管制不了下去 尤其是你看到林鄭 去到昨天說完 那些承諾 林鄭也會爆爆 不是 他神經病了 如果現在林鄭出街 你試試敢出街 去見學生 如果那群學生 我終於答應了兩個 兩個條件 因為兩個條件 不告他們 不定性 公開見面 那就可以了 那些學生 他們想到好像我被他們這樣 我屌你老母 就是 我想他馬上 馬上 馬上跳 就像Rick Dance 你看他的樣子 他已經瘋了 好了 我們說回第一節 我們有什麼要說的 第一節當然要說兩套新戲 大家一套很幸運 一套叫獅子王 一套叫Finding Meemow 你錯了 是獅子狗 獅子王太能強了 是獅子狗 你看那些猅子狗 昨晚 文文啤 竟然有膽子 屌你老母 照被人起底 那些猅子 那些猅子 就想屈人 就搭檔 然後告他自稱三合會成員 這些老差骨 都算混蛋 但昨晚大家都知道 你獅子不要緊 於是你獅子一條 我就多做十條 全香港人一成 幾百幅年輪場 還要大埔變成連龍隧道 首先我要這樣說 剛才我看到G.G. Matt和阿蘇 在獅子的時候 有人說 你們收錢做事 但我們是支持追求民主的人 我覺得他們不像 不要下下說人們收錢做事 沒有政權 不要這樣說 要不然我們是淪為民主黨的人 或者是阿土那些陰謀論 的確很多人 最大的重點就是 很多時候他們有些事情 或者甚至乎 我跟這些人聯繫得多 不要說聯繫 我們始終身邊一定有這些人 譬如很簡單 林匡正 當他知道你回大陸的時候 阿正你怎麼回大陸 你小心點 其實這句說話 他已經說出來 他覺得大陸是比較危險 但既然是這樣 例如說 原來你被人欺騙了一層樓 我們就跟你說 買甚麼東西 上面大樓樓 做生意都已經預料了 這些人內心就知道 大陸是一件什麼事 但這些人為何 我們經常說 為何他們這麼激進 其實簡單來說 第一就是他們是第一類人 總而言之 你不要反政權 不要找空 第二件事 其實最悲愛 最悲美的就是 你們的光明 你們的勇敢 是他沒有的 或者是他從小到大 即是十幾歲的時候 做完畜徒的時候 都沒有的 你們做出這些事情 是的而且確 令到他們非常慚愧 有些爭取民主的人 好像琛哥 好像喬爺 他們會 因為他們本身是爭取民主的人 他們會有慚愧反省 但本身這些混蛋 你們再做這些事情出來 不是突顯到他們 不是令到他們覺得 是覺得他們醜 是你為何要把這個倉巴擠出來 屌你老母 做混蛋便好 做奴隸便好 其實這些 演繹方法是有點誇張 很多人是這樣 有飯吃 現在不是有飯你吃嗎 有屋住嗎 你的爭取不要緊 我怕你爭取 影響到我的飯碗 但問題就是 好像這些混蛋 你看他們也不妨好環境 當然啦 你看他的樣子 穿那件衣服 那個妝容 其實我很佩服Gi Gi小姐 就是還非禮她 她把那些人貼出來的照片 我真的很佩服那些傻子 是不打他 香港真的很和平大愛 我真的不能去這些地方 昨天晚上我太累了 今晚我會去連銅隧道裡 掃一下 還有我這裡寫一些東西 我看見這些 好像大波man 或者什麼官 楊官 楊官 我怕抽他不贏 這些八婆 我一定會抽贏 也未必 用球砸你 我怕抽他 是 喂 屌你老婆 怎麼會這樣和他鬥屌 真的沒有人打他 是啊 你覺得這些會不會呢 一定不會 所以大家要忍 因為為什麼 屌你老婆 如果你要打 就要保證 你不肯定沒有鏡頭才會打 屌你老婆 我給我忍不了 這麼厲害 好 然後第二宗官堂 就說我要拿回尊嚴 那些人就 真的慘 所有報道都沒有說 究竟什麼人打電話去 我自己分析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連銅牆 是未被人撕的 是被人撕之前 有人打電話去投訴 很明顯 應該一些藍絲 為什麼你被連銅牆出現 被人不停簽東西 寫東西 公眾地方 可以這樣表達嗎 他不知道原來這樣是不犯法的 不然你撕東西 那些人可以告你 就是毀壞公物 毀壞他人財物 兼且就是公眾地方行為不點 其實走這些線 真的很慘 首先我要告訴你 你說得對 你撕的東西 就是毀壞他人財物 肯定是 你連銅牆是否一定不犯法 其實是不一定的 你連銅牆 其實我不知道 因為食環應該可以執法 為什麼呢 以前我們做地產 就是給你告票 對 我來看一看 我們連銅牆在燈柱上面 看到光晚大房 看到下面 撕的六六六八四 現在剪到一條條 讓人家撕的那些 是 撕的都看一看 因為我都試過被人撕的 喂 哥哥 撕的都沒有 你當我死的嗎 他說撕的回去 是不是想我給你 給你吃環狗 因為他可以給的 但是吃環狗 當你這麼多人在那裡念 他又不夠僵 據說還好似說 現在的食環狗 我看報紙 看新聞 就是安裝工作 第一 食環狗本身就是 假常來欺負的 對嗎 你看你這麼多人 就沒得搞了 第二 其實說真的 如果不是上面的命令 他不做事 不用交代表的事情 他不會做的 這個當然 好了 如果你有什麼現在 於是那些傢伙就打給警察 你想想 當我是警察 已經是那些傢伙 我明明有了一條女 你有沒有去我的辦公室 你老母臭 是說明星期一打的 搞得到現在 一個禮拜一 又一個禮拜一 星期四 都天天要去OT 不想是說 這裡上水 就去荃灣 再不是說 中環要抽隊人出去 老母臭 因為有人包圍軍器廠街 我是不是谷林氣 然後你老母就打電話 你叫個禮拜沒有回來 你有沒有回來喝湯 他一說你老母 連老母也一說 然後再用你的電話 他真的受不了 最慘的是 你想約人博爺 以前說愛警察 可能胃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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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 第二段話說 老闆那麼怎樣了 老闆沒有拍 說真的 當年你們老闆 怎麼會無論 leva 三十頭就沒有戲努警 做到警示 都當然是有些事情 當然是給港英政府說 老闆你們自己結婚了 否則大家就好 老闆沒有拍 好吧 你先出來 你為何要一生一世撐警隊呢 他有個老闆上有記 那裡的那個半鬼佬叫甚麼名字 何國榮 不是 programs 也是當警察的 經常跟他一起在行 他經常出來撐警 他都是督察、警司、退休 他現在都說覺得很醜 為什麼撐警的人是這樣的人 連何君堯都要劃清界線 要割蓆 何君堯 最瘋的那個都要割蓆 你是不能劃清界線的 是你叫來的 你剃不好過牆 上面問責就找你 好了,陳恩健 到現在都仍然在說警察要執法 都仍然是那句 只能說你們水平低,不讀書 那是不是一個極權叫你殺老奴 見到年輕人就撐你老奴 那你是不是要照做 我真的要問 撐你老奴 香港是一個開放社會 林占士 林占士都說會覺得醜 那你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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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治安 維持治安 那香港是不是有和平表達訴求的權利 基本法是寫明的 寫明可以結社自由 於是便和平給你看 行街是不是和平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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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活動結束了,人們一時之間有那麼多人,還沒散去,沒有人衝擊,你憑什麼打人 老實說,你630撐警那次,你有沒有被打到什麼老執被露出 那些全部都是錄下的,打記者 為什麼你們不抓呢?你們說要找尊嚴 就像剛才說的阿sir,尊嚴,我仍然是那個,很簡單 如果你們能夠擺脫到這個政治陰謀,甚至放在上面很簡單,其實什麼都不用 因為是權力在你們身上,我不知道現在的一哥或者指揮官究竟是什麼質地 其實你們按警張辦事,犯法的人就抓 但是現在偏偏他就不安 不是啊,我現在教你們,所以你們是當警察 你那麼辛苦被人罵 你是按警長辦事,犯法的你就抓,沒有犯法的你就不要搞 去維持秩序,維持社會和諧 你要搞清楚,你罵你了,共產黨不是你怕嗎? 特區政府不是你怕嗎? 因為香港能夠執行法律的就是你警隊的嘛 你要解放軍,就是這樣說啊,他就說 我都不想你了,我都不想你了,我都不想你了 喂,你們是香港,基本上連共產黨都要買你怕的人 你怕什麼呢? 為什麼你們... 那你就有尊嚴了 藍絲犯法,之前有打記者,有這些,你不敢執法 而且你自己做很多事情,你自己破壞警察通禮嘛 人家是和平時候,人家沒有威脅你的生命 你是不可以這樣出警棍,而且好像你... 很簡單的事而已嘛 你阻礙記者去採訪,原來你也是違反警察去通禮的 嗯 然後你說要什麼警察員左級協會要投訴譚文浩 原來又違反什麼警察條例,第八條 原來警察只要保持政治中立,說你只要提一些關於福利的事情 然後你可以越權違反條例,又要求英國國會議員道歉 要求醫護人員道歉,是你自己犯很多事嘛 而且你昨晚又做什麼事,真是禁忠 六個絕食,包括癌症婆婆,包括陳伯 就是欺負人家,然後,喂,你都不會認識那幫年輕人 你在做什麼,有沒有收起武器 明知六個都餓到,值得半條人命 就是欺負人家,這些是誰破壞尊嚴,就是你自己 看一張圖 這張圖是譚文浩都營,只是一個例子 就是你們警察自己帶頭,這些就是破壞法治 然後你最後警協會,今天出的聲明就說 原因就是前線情緒起伏難免,會有做錯事說錯事 那麼久以來,你們警察高層有做過什麼 老實說,我今天看到原則級那些,真是廢話 我不想再說警察都是人的那些事 第一,你是好賣 第二,你是好訓練,你是有訓練的 第三,如果每一次出勤前 你們上司是真的有brief過下面,大家黑制 OK? 沒有什麼鎖 你說如果不行的,我不相信 為什麼呢?七一五就好 是啊 是吧? 和顏月息 而事實上,老實說 即使去到現在這一刻 警民關係這麼對立的時候 如果有些警察無端端在維持秩序 沒有什麼特別的躁動的時候 有人叫他去死黑警 叫你老母 其實我相信一樣會有些市民來禁 是啊 他通常是怎麼會一起死黑警 什麼黑警死全家 叫你老母 通常是因為黑警是做了惡行的時候 是被辣著民眾 其實大家看這幾個字 我們不要再過這麼久了 很清楚 叫你老母 是凡真思思文文是切正正 和你有對有影的 叫你掛鍋卵 或者有號碼的 凡真是沒有柯倫 沒有號碼 就糟糕了 你也沒壞過黑社會 糟糕了 那為什麼會沒有柯倫 沒有號碼 到現在還沒答到 你真是警察如左級 你說什麼話 好了,現在怕斷政 所以他們有時候說錯話 有時候說錯話 你可以出來叫他道歉 關於這個鄭秋Sir 叫什麼名字 鄭秋Sir 香蕉堂 我只記得 那個香蕉堂 那天我們會去內部 會有檢討 撒個圓牆 而並不是收拾他 然後找八糕幾人 純撕掉他的資料 八糕幾人 撒個桶牌 進去深夜 進去年輪隧道 只不過是為了撒了 撒了兩隻抽槍的資料 老實說 誰都知道住庫康村 現在屌你老母 不是就是 你什麼事 不是掩耳道靈 是 誰都知道他老母 什麼事叫什麼名字 身份證都出來了 他以前跟誰 屌你老母 還要是古惑仔 1986年 香港經典電影 英雄本色 金慶賢 和張國榮認識的宋子傑說 其實就是 現實一點 我們警隊現在 最罩忌就是 黑社會 如果家人有黑社會 我們怎麼做 喂 三十多年前的電影 怎麼會說呢 想不到現在屌你老母 可能難請人 只是這麼說 難請人 屌你跟誰 新義安 現在還沒有跟 這陣子 沒什麼活著 OK 屌你老母 以後不要跟黑社會 我們這個爺爺 更有型 就是這樣 跟我厲害一點 屌你老母 我真是不明白 老實說 我們年紀大一點 也有理性 雖然這樣做 我真是不明白 你說在現在這一代 不要說是男生 就算是女生 屌你老母 還有何來互信 你本身當警察 做警司級 督察級 做處長級的人 是否真的需要去想想 要不然你們真的做不到 下去 天天被人屌 你不要說什麼 即是說 過了三幾年 外面的環境好一點 屌你老母 一般的就職 可以找到幾筆東西 就走掉了 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 好仔不當警察 現在不是我們說 當 幾年前我說 還被人屌 一出谷打一船人 現在屌你老母 打一百都是屌察你們 屌你老母 好回來 其實香港人都忌賤賤格 屌我 想一想一想 屌你老母 好像那媽媽的死老鬼 自己個都怕共產黨走下來 屌你老母 去到今時今日 為何會殘建政 我是想極都想不明白 我真的想不明白 我認識一個對阿姐 當年就被共產黨迫害 迫害她自己 即是說上山下鄉時 被人搞 強姦 你只是被高級搞 那她不可以吵 你一吵她又不知道 會殺你全家 於是走來香港 但到今日呢 就說你這班香港年輕人 搞搞震 我真的不明白 有很多這些人 即是被人強姦 也是這樣 好了 現在就說什麼呢 即是民建聯 還有之前就說 這個林鄭月娥 即是壽終正審那次 大家有沒有留意過 今次林鄭月娥好像精神了 為何好像精神了 即是不是瘦二十磅 好一點 肥一點 叫你看不到身 其實大家留意一下 她的頭髮是黑了 染過你 染過你 對 那為何要染呢 因為就是因為頭髮白了才需要染 一染了 她就染過深度比較深 所以頭髮是黑了 好像精神了 你認為是 老實說 她可不可以放軟 給那五個訴求你們呢 我想現在不是她所能控制的了 就是中央在操作中 但是至於你說過這條條例的字眼 我相信 我相信 撤回沒問題 就是沒問題 就是沒問題 是她自己硬著頸 老實說 你現在說一句撤回 然後下街再下街再下街 下街再下街 每次你拿不拿出來 我再說一次是可以的 尤其是政治人物說的 是啊 但是現在去到這一刻 你只不過是 你一說撤回 別人就已經是 不要說很多 我想有部份的人 又會是 好意衰回首 你堅決就是不說 堅決就是用一些古靈精怪的字眼 受中正審是甚麼字眼 這些是完全 包括暫緩也好 受中正審 沒有法律效用的 是除了撤回之外 這些叫甚麼 叫握救人 那些人說 你不打算死灰復燃 為甚麼死都不肯撤回 就是你那些傲慢 你那些ego 不能輸 堅決不能輸 老實說 你認為你真的不能輸 我真的等著看你 你有沒有怎樣 明明有很多位置 是被你逃出新天 你哪要不逃 你是想不到的 例如6月8日 你有沒有在一個位置 6月7日 你有沒有聞到一股氣味 不逃 6月9日 103萬人出來 你有沒有 不逃 6月12日 衝擊立法會 焗著 這時候已經不是去畫事 是啊 你有沒有 好了 從6月12日到現在 又一個月了 整整一個月 是無限的位置 可以讓你做好一點的 你剛才說 左派普遍來說 他的態度已經軟了 軟了嗎 你看現在的建制派 如何回答林鄭 譬如說 蔣麗雲昨天說 其實你可以直接說撤回 對呀 最初蔣麗雲真的在抵死 是 之前他就說 其實咬你了 諮詢好一點 過兩個月 其實可以再拿去立法會 咬你了 就這樣說 即是被民建聯割席 你現在就說 現在就說 你咬你了 為什麼你不說撤回 在鬥氣 咬你了 這個蔣麗雲真的 真的 林鄭月娥現在 已經是 做不到事情了 即是大家 至於誰會做到 他那個 即是 無論是演繹也好 代表他做 好張建忠 是的 還是 張建忠做得不錯 我覺得 你看你最近發言 我們要多了解年輕人 他是沒有批評過年輕人 他多聰明 不是 你現在最慘的是 林鄭月娥每一次出來 都不斷在這裏說 不斷 我們這次做得錯 政府 會集中 什麼 專注在經濟 和多一點年輕人溝通 你都說了幾年 溝通完又怎樣 我對你了 五個 有四個被你抓 首先要這樣說 你不要說渠道 先不要說是否青年 什麼法治委員會 我不說那些渠道 以你的性格 就算真的有人肯去做公職 溝通 做報告 放上行政會議 給你 你根本也是不會看的 你說什麼 好像現在整天要搶這個 我都不想明你扯的 你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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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泛民找你 你扯的 你說工作繁忙 那就該死了 有機會 你不反騙 現在就想找機會 你看看現在整個建制派瘋了 只有兩個人死灑 一個葉劉 一個湯家華 你看到 譬如鍾國斌也說 不是啊 就是跟田北辰說 行政會議是要改組 可以給民主派代表 或者其他的代表 甚至政黨代表 不要進去 然後你田北俊 劉建宜就屌察張怨仁 為什麼當日 6月9日還會支持這條條例 而最後 你看他吵架 葉劉就說 喂 你田北辰 田二少 大少屌察葉劉 葉劉不敢吵大少 就找大少的弟弟 二少出氣 就說 你入行政會議成員 你不支持政府 就麻煩你辭職 首先 葉劉這些是低水平 為什麼呢 行政會議成員 是要守一條東西 叫做集體保密制 即是表示裡面 講過什麼 裡面有些什麼人 支持政府 或者提出反對意見 你是不能漏口 因為你會影響到 好像表面上 行政會議 是因為你是幫政府決策 大家所有出來的結果 是應該大家都支持 實際負責的 但實際上 裡面可以有不同的聲音 而如果田二少 是有不同的聲音 不同的建議 其實沒有問題 是從來沒有要求過 行政會議成員 一定要跟政府是一致 葉劉這些擺動明 是說謊 因為行政會議 就是負責去給建議政府 不是不是 一定要跟政府相同 其實以前 以前是港督 就是九七前 會同行政會議 其實是真的集體負責的 在當時 OK 但到今時今日 我想 四分五列 德國只有虛有其名 結果之前 是不需要這樣 但anyway 老實說 在一個會議裡面 如果全部是統一意見的話 根本就不需要找不同界別的人 任何會議 就是要聽到不同的聲音 就是要聽到不同的聲音 不過 以港英傳統 下來之後 就是當我們有個決議之後 整個行政會議都應該是一致的 而且要保密的 不可以說誰反對誰支持 但當然這件事 其實在曾蔭權做這個特首的時候 梁振英文已經破壞了 林煥光又試過破壞了 現在其實大家覺得 我看的形勢是非常簡單的 湯家驊當然力撐 因為這是一個寶寶 在各種情況看出來 而葉劉更加昂咎 葉劉整天想著去顯示 他是一個硬正的 勁的 希望可以做特首 因為你強正麗治 我葉劉可以做到 梁振英未必做到 林鄭未必做到 我做到 因為他覺得 共產黨是 批評強正麗治這個人 但是葉劉 你是不是真的 豬油蒙上心 他是死不認錯 和強正麗治是兩回事 你現在林鄭月娥也強正麗治 結果麥當勞治到這樣想 豬油蒙上心 你老實說 現在這個世界 這個時勢 譬如張建宗有機會做 我想他會做的 為甚麼呢 張建宗我們看他這麼多年 他是最能見的一件事 就是以不做事為做事 無謂意志 立即不願意做事 我覺得他做可以的 我希望他做 不過他做了這個位置 可能又不同了 那倒是 但他做個人人 他不理會你 反而是 我們經常都說 香港人 很簡單 你不要搞咎我們 就可以了 你不斷搞咎我們 我們就反咎你了 結果就是這樣 你想想 現在 不要說我們這些歐日 林鄭正 不要說我50歐 你30多歐都是歐日 你看這些年齡 十年齡 千禧年代 十多歲 但是加上整個網絡 加上整個連登 加上整個Twitter 成債兄弟 大家去給意見的時候 出來的東西 是一浪一浪 一波一波 你稍微 你可不可以 你跟上小日網 你都跟不上 是 上星一顆鐘都跟不上 你可不可以 像今天這樣 你可不可以抗力 無緣無故成為良心企業 是啊 現在已經有九間了 連避孕套也有 雖然我不用的 都要專門買 就要這樣說 當然有些 其實平時 可能是將約 剛剛跟TVB完結了 又發覺 其實跟TVB都沒有什麼效用 如果你想用幾十萬 一百萬都沒有什麼效果 只要看見保抗力 反而不需要錢的廣告 反而還打響頭跑 這件事 當然我們是不能夠排除的 但是 你要搞清楚 在商大上 很多人仍然顧慮 所謂的中央 所以這些企業 的確某一程度 都要take risk和冒險 大家要支持 所以大家要支持 你反正要喝 先出圖 現在有九間 我讀一下名單 包括 有脫補抗力 可以出的 然後再看 剛剛那個信樂環球保險 而且是否還有 這個活色新香 安全套 雖然我未必會用 但它有用過 它有賣電視廣告的嗎 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是宣傳儀掛 然後還有chip.com 李健駕駛學院 經常吃的Pizza Hut 和新設計 Krams 還有TSHK 有九間 有三間 就表作態 說自己一定會支持TVB 包括美讚神 幸福雙豐數 同一個叫eskips 我不知道是甚麼 那這些肯定是含家產 美讚神 幸福雙豐數 美讚神明白 要去賣回大陸 是啊 尷尬你了 老實說 為何我們會這麼討厭TVB 大家首先搞清楚 不是因為它被紅色資本買入 不是因為政府明知 去紅色資本買入都隻眼開隻眼閉 而是因為的而且確TVB 特別是TVB的新聞 是做得非常偏頗 沒錯 老實說 我們明白在TVB裏面 一定有些藝人 特別是新聞部的前線同事 因為前線同事都說 其實他們都很討厭TVB 一定是會有想做報道的人 但是我們作為群眾 其實唯一一件事 就是不想看他 除了我們要幫抵制TVB 即吳樂廣告的產品之外 不想好看他 又或者在那裏賣廣告的產品 你不要去買 千萬不要像以前那樣 就是元氣壽司 三分鐘熱度 三分鐘熱度 元氣壽司的魚 不是來日本 當時又說肉 不是來上海 老母 原來一星期 三星期都回頭了 三星期 那你怎麼搞 你是要懲罰他 你要不要懲罰他 去哪裏賣廣告的東西 他賣廣告的東西 你不要去買 嗯 直接是不要去買 其實最簡單 根本就不要去看 有甚麼好看的 基本上我是完全 我是否定我完全不看的 就算看 我看TVB Super 然後看舊劇 那裏的廣告便便宜很多 他都有廣告的 其實現在TVB廣告都收很便宜 是嗎 便宜到不得了 我知不知你三十個廣告 在黃金時短 加起來都是十萬元 這麼便宜 是啊 喂 你不如各位朋友 有這個推廣協物的需要 不如下咖哩頻道 做朋友 我錯了 你看 EA Max 現在多少人買 對 到處都用 好了 另外有甚麼要說 這一節 這一節都差不多 類似 民建聯 民建聯歸宿 民建聯要提這個方向日報的評論 說方向日報的評論 十四個字 是啊 忘恩負義最大黨 民建聯有負香港 喏 真的這樣說 我真的要跟民建聯 我真的要跟民建聯 說一些好說話 我很小 這個也是共產黨 不能給民主的原因 如果你想想 民建聯 只是有一部分議員 其他很多議員都是委任 甚至乎你都入行政會議 是 有些是功能組別立法會 但是還有部分的區議員 部分的立法會議員 是民選的 在比例代表制下 基本上 他們似乎都未必 不能夠一定輸 在比例代表制下 都不是輸硬的 只要拿到一定的票數 但是到現在 去到離棄政府 大家要想 我們在分析民建聯之前 他們的票 不是我們的理解 不是西環跟他們去沽 或者是指示的嗎 尤其是民建聯是指標 沒有他們上面的命令 或者上面的允許 他是不敢發這些聲音 表示某一程度上 對於你要離棄林鄭 是開了綠燈的 無論錯就是這麼簡單 即是說西環是開了綠燈 西環為何會開了綠燈 先不要說之前的傳聞 找到黃志民和林鄭 多麼不妥 真是老少說的 不要想全部找到你 就是西環去到來 老實說 韓正有沒有出聲 黃志民有沒有出聲 黃志民有沒有出聲 以共產黨一向的慣例 這麼嚴重 包括你韓正 包括你張曉明 包括你黃志民 是一定不會有運行的 嗯 有什麼punishment 不知道 但一定不會有運行 是 是 在一定不會有運行底下 喂 這一群契弟 他們都不同 不是說 找了林鄭 說 反正你沒有運行 不如我們賭過一擊 他當然不夠強 因為他是奴才的奴才 是啊 其實林鄭私下答應這五大訴求 包括你不追究小威姐 其實你權力是可以做到的 做到的 他是全部做到的 一定不是暴動 你是想得出的 其實昨天說 他說在現階段 我不是要跟他說話 我是做不到這件事 他強調現階段 是不是想暗示給別人聽 現階段要做的 日後我會做什麼呢 不過現在現階段 我不能說 我不會跟他說 因為他鋪這些好話 因為如果你要去表達 是一定有可 可以表達到的語言 你連年考 第一 你自己想 一定可以的 不是壽終正寢 你就壽終正寢 你就壽終正寢 你去到現在這個時候 韓正包括你韓正 不要說韓正 你西環 為何看西環 民建聯賭歌 民建聯割席 不會是自己割席 這些傢伙是沒有意志的 這些傢伙 如果西環說 趙婷 他沒有重現之 撿票 我一定被捉你 他就會趙婷 奴才是不敢擅長 始於主張 就算 不是 王主任 這樣 你聽我 就行了 那他便 鵝眼夠夠 他們現在這樣 所以東方日報很正氣 尷尬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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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不用尷尬他們 我們香港的女后分憂 西環不離棄林鄭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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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西環可能說 林鄭月娥說 你不要害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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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答應人 為什麼要害怕 林鄭月娥昨天是弱了 我從來沒有說過什麼暴動 你當然要撿票給你看 你沒有說過 你在賴盧偉昌 但是 你真的有很多肉酸 你作為這麼大的黨 這麼多人支持 還有一隻會歌 什麼什麼什麼 不知道什麼 真成為香港 真成為香港 這樣 我屌你老母 你連罪餐都不敢敢擺 你會慶那些 我會慶那些 我會慶那些 黨慶就不擺放 不是 黨慶就不擺放 那個已經是考慶到什麼 做什麼 暗殺你老母 你黨慶已經不是公眾場合 都是那些 達官貴仁 他說你一張畫 你屌你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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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大溫的 張曉明 黃之文 一條賓州 屌你老母 塗些物質 壓到一張紙 都賣回一千幾百萬 屌你老母 你屌你老母 你怕什麼 你屌你老母 現在怕到 除了走會之外 連黨慶 開放的 被人賣票 就考慮 不做 我屌你老母,你一定要繼續做 你繼續做,我一定要去搬兩張飛進去 我屌你老母,看你怎樣 我告訴你,他不會做的 怎麼做呢 屌你老母,你還要去倫敦大酒樓 這麼屌你老母,我是用倫敦大酒樓 你去甚麼倫敦大酒樓,屌你老母 不過我也不知道有甚麼酒樓 屌你老母,現在是政治不正確 上面是這些都不屌 屌你老母,深圳有選擇 甚麼凡爾賽 是的,凡爾賽,還有深圳的維也納 都瘋了東西,屌你老母 大家休息